哈囉囉大家好 我是Somi 今天主要是介紹王國之類十把擁有特色的槍 這支影片也會告訴大家拿取的位置 並且再從這十把中選出五把我覺得最強且實用的槍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點個訂閱點個讚 我們就出發囉 第一把戰器之槍 攻擊力為40耐久為16 若有附加餘料極限耐久為26 這把槍的優點是不需要再去地底刷武器 就是全新的 只要打贏幻影加龍就可以獲得 且在沒有任何餘料及特性的加持下 是全部槍種類攻擊力最高的 只是它的特性對我們來講沒有任何的幫助 只要我們拿著這把槍就會被戰器所侵蝕 第二把格魯德之槍 攻擊力為12耐久力為20 若有附加餘料極限耐久為25 這把槍的特性就是我們只要附上餘料 餘料的攻擊就會乘以2 算是整體特性來講 操作性較為簡單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只要使用餘料建造即可 不過因為相比其他的槍種類 耐久力偏低 所以較為不使用 第三把士兵之槍 攻擊力為10 耐久為35 若有附加餘料 極限耐久為60 這把槍的特性就是更快蓄力進行攻擊 操作性簡單且好擅手 再加上耐久力偏高 這把武器也比較好取得 推薦為前期玩家好搬手 第四把 佐納尼烏母之槍槍 攻擊為8 耐久為27 若有附加餘料 極限耐久為52 這把武器的優點是可以透過怪物手上取得 且不需置地底刷武器就可以獲得全新 則武器特性是 魚料只要是屬於佐納尼烏母文明材料或是專制 都可以增強本身槍的攻擊力 槍原本的攻擊是8 我選擇魚料建造使用隊長魔像的角 武器本身的攻擊力會再加10 故會變成18 只要是佐納尼烏母相關魚料 武器本身攻擊都會加10 特性其實跟格魯德之槍有一點相似 不過相比之下 佐納尼烏母之槍槍受限較多 且攻擊偏低 甚至不用去地底刷全新武器 也是好入手之一 第五把 其實這把武器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拿入前五名 因為考量這把武器的特性要求較高 一不小心就會被怪物給打倒 而且還要一直維持在統一血量 需要技巧性打倒怪物 所以最後決定沒有獲得前五名的寶座 因為騎士之槍的特性 所以如果在陸地上打擊怪物 會建議穿精靈裝 這樣打小壞的時候才不容易失血 而且耐久偏高 不容易損壞 而且耐久偏高 不過比起陸地 我個人覺得在地底 這把武器會更好用 因為在地底被消耗的是星星的最大值 而不是血量 這樣子 就算我們被怪物打 也不用擔心會消耗到血量 而是可以一直使用武器的特性 緊接著是我心中的前五名 第五名是掌風之槍 攻擊力為10 耐久為35 若有附加餘料 極限耐久為60 特性是只要攻擊就會有吹起風的作用 聽起來似乎沒有任何增加攻擊傷害的效果 那為什麼我會排盤第五名呢 因為雖然對於比較重 或是BOSS類的怪物並不適用 不過打小怪時卻是好幫手 我們可以餘料建造冰屬性的材料 這樣子就可以利用地形優勢 將冰凍的怪物推向懸崖或是雪上 輕鬆把怪物給打倒囉 使用掌風之槍 就像是學生帶著秋莉行走一樣 考量操作簡單 且自帶控場能力 故排行為第五名 如果是在平地上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怪物往後吹 讓他們這樣也站不住 第四名是敬衛之槍 攻擊力為24 耐久為15 若有附加餘料 極限耐久為25 武器的特性是在最後瀕臨損壞時 會有兩倍的傷害 現在我手上拿的武器狀態 就是瀕臨損壞 所以武器的攻擊會變成48 這把武器我最喜歡的玩法 是穿古武器加成的套裝 使用魚料建造古的材料 再加上料理傷害 之後將武器打到最後一下 這樣就會有 敬衛之槍的武器特性 瀕臨損壞的兩倍 再加上最後一下 爆擊的兩倍傷害了 那目前我是剩下最後三下 我們打到最後一下時 再來秒殺瀕眼巨人 接下來還有另一種玩法 我們可以將敬衛之槍 打到剩下最後一下 之後再騎上南尼爾 這樣就不會損壞到武器 又可以擁有最後一下的兩倍傷害囉 我這邊是配合使用煙霧蘑菇 不過其實也可以使用弓箭 加南尼爾射運後再騎上去 這樣不同的玩法 又會擁有不同的風味了呢 第三名是生命之槍 攻擊為14 耐久為35 若有不佳魚料 極限耐久為60 武器特性是 魚料建造果實類的材料 就可以重複利用 像是煙霧蘑菇 各屬性的臭臭膠 及混亂花等等都可以 超級省材料 也符合生命之槍 維護森林環境的概念 我最喜歡的玩法是將生命之槍 魚料建造煙霧蘑菇 之後再使用戒心小刀 偷襲就會有16倍的傷害 這把槍的玩法多元且操作簡單 是打倒小怪物的好幫手 雖然說生命之槍可以不斷重複利用 不過還是會有CD時間 我們要等到槍的上面的材料出現這個畫面 就代表可以再次利用囉 如果是想要打擊乃尼爾 魚料建造可以搭配使用煙霧蘑菇 再騎到乃尼爾身後 緊接著再使用敬衛之槍 或是其他高攻傷害的不同武器 進行攻擊 這樣不僅可以輕鬆打倒乃尼爾 也不會減少武器的耐久力 第二名是王竹之槍 攻擊為18 耐久為50 若有附加餘料 金線耐久為75 武器特性是 我們只要使用寧克時間 也就是完美迴避的情況之下 進行突擊就會擁有兩倍的攻擊傷害 雖然需要有技巧性的進行攻擊 不過只要觀察怪物們的攻擊方式 你會發現他們都會有固定的攻擊型態 而且王竹之槍只要使用寧克時間之下 可以一次突擊就讓一切血量的黑色毒眼巨人秒殺 我個人很喜歡使用寧克時間 主要是不僅可以不受到傷害就攻擊到敵人 還可以看到寧克的耍摔動作 另外也帶來滿滿的打擊感 另外我都會搭配古武器真山套裝 並魚料建造古的材料 再加上攻擊料理 搭配王竹之槍使用寧克時間 武器顯量的白銀萊尼爾 我只要兩下突擊就可以輕鬆搞定 因為王竹之槍攻擊強耐久高且操縱難度偏總等 所以位居第二名的寶座 緊接著第一名是光靈之槍 也是迷法最喜歡的武器 攻擊為22 耐久為70 若有附加魚料 極限耐久為95 極限耐久是全部槍種類 耐久最高的一把槍 武器特性是只要有接觸到水 就會增加兩倍的傷害 其實因為這把槍對於環境要求較高 我們必須要接觸到水 才可以使用到這把槍的特性 如果已經解到雪之賢者西多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利用西多的能力 鑰匙也可以直接選擇使用雪之果 這樣子就可以輕鬆用光靈之槍的武器特性啊 不過其實這把槍最長的時間 是我們最討厭的下雨天 因為只要在下雨天使用這把槍 武器特性會一直保持著 也可以省下找西多的動作 打擊的流暢度會更加 只能說這把武器不僅耐久最高 且操作簡單 另外可以透過這把槍紀念著迷法 所以是位居第一名的寶座 我將前五名統整成一張錶給大家參考 這是我遊玩下來並使用後 自己心目中排行的前五名 也推薦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喔 接下來是來拿取武器 我會先教導大家去哪裡拿生鏽的武器 之後再告知弟弟哪一個黑影可以刷到全新的武器 並且會在右上角放生鏽武器的攻擊 耐久及極限耐久給大家參考 我會先告訴前五名的位置 並以第五名開始進行介紹 大家可以先來我現在這個位置 主要是可以獲得掌風之槍 可以參考低圖及右下角的精緯度 抵達後會看到有一位MPC 我們過去跟他對話 並且表示要參加訓練 這是一個迷你挑戰 主要是要將古龍族人丟出來的球 放置前面的木板位置 我們需要得分20分 黃色的球為1分 簡單來說就是要將全部的球都接到才可以 這邊建議大家可以使用倒轉乾坤 會比較好成功喔 結束後就可以獲得100Rubi 以及一把生鏽的掌風之槍 如果想要獲得全新的掌風之槍 可以來弟弟找黑影 大家可以參考低圖與右下角的精緯度 我現在圈起來的地方就是可以刷掌風之槍 與其他槍內的黑影 緊接著是敬畏之槍 它是在城堡大廳這邊 大家可以參考地圖及右下角的精緯度 抵達後我們向右走 之後我們爬上左手方的平台 這時候就會看到敬畏之槍囉 地底黑影的敬畏之槍 可以查看地圖 我會將黑影的位置圈起來 提供給大家參考 再來是生命之槍 主要是在克洛格森林 長老樹的最上方 這邊會看到有一個NPC 可以跟他進行對話 這時會觸發任務 它主要是請我們找尋生命之槍與劍的位置 我們向右後方走就可以找到生命之槍了 這生命之槍是在克洛格的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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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族之槍可以到城堡這邊 大廳裡面進行拿去 我們到達大廳之後往左走 上來到最上面之後我們一樣往左走 這時會看到有一個梯子 我們爬上去 之後我們向後看 就會看到有一把王族之槍了 王族之槍我建議可以來格魯德廢框這邊拿去 位置與敬畏之槍是相同的 不過可以試個人的喜好 因為我個人的習慣都會去固定幾個黑影的地方 這光臨之槍可以來左拉領地這邊 找這位MPC進行對話 他會請你準備三顆鑽石 五顆打火石 及一把左拉之槍 礦石的部分可能要依靠玩家們去收集 不過也可以去古龍城找這位MPC 有時可以碰碰運氣 可能就可以直接購買到鑽石囉 另外左拉之槍會在我現在的位置 大家可以參考地圖及右下角的經緯度 這把左拉之槍通常會拿在小波克的手上 我們跟小波克借一下就可以拿到囉 拿到後再回來左拉領地找剛剛對話的MPC 就可以拿到光臨之槍了 而且最方便的是也不用去地底刷武器 就是全新的喔 騎士之槍可以參考我現在的位置 及右下角的經緯度 它會被怪物拿在手上 我們一樣有禮貌的跟小波克們 借一下就可以囉 如果想要全新的騎士之槍可以到地底 跟聲明之槍及敬畏之槍是同一個位置 兩個位置都可以刷得到喔 接下來是士兵之槍 其實士兵之槍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我是過來這座神廟的外面 打猴子拿到的 大家可以參考地圖及右下角的經緯度 如果你來到這邊 打到的並不是士兵之槍 有可能是因為隱藏分數不夠高 所以可能拿到的武器並不是士兵之槍 另外這邊也可以拿到王族之槍 一樣是打另一隻猴子即可 全新的士兵之槍可以到地底去刷武器 這邊我推薦可以來聲明之槍這邊 這樣不管是聲明之槍還是士兵之槍都可以一起刷了 再來就是格魯德之槍 我們其實只要到格魯德小鎮裡面就可以拿到囉 只要往城堡前面一直一直走 這時候我們就微微向右走 接近路口的地方會有一個樓梯 我們走上去就可以看到格魯德之槍了 關於全新的格魯德之槍可以一按到地底刷武器即可 我會將黑影的地方圈起來給大家參考 左那尼烏姆之槍其實只要到空島上這座神廟附近的位置就可以拿到囉 而且也不用特別去地底刷武器就是全新的了 最後一把戰器之槍也是我覺得最難拿到的一把槍了 我找這隻幻影佳龍找了好久 而且他藏在地底的超神處 如果大家有推薦可以去哪裡拿戰器之槍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唷 只要找到這隻幻影佳龍 並且把他打倒後就可以得到戰器之槍了 那今天影片也就到這邊結束囉 這次王國之類不只增加了佐娜尼烏姆專制的新玩法 就連武器的特性也讓整體的遊戲深度更進階一步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使用哪一把槍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分享唷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點個訂閱點個讚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還沒有我的影片 可以看到我嗎